钻石公主号船上36人 在1月31号的时候 曾经来到101的观景台 不过要坚持之前都会先经过 这个红外线的热显向仪 当时并没有人发烧 游客进入观景台之前 得先红外线体温测量 只要荧幕呈现粉红色 通通都没问题 如果体温显示荧幕上出现大红色 就得再使用额温枪测量一次 没超过37.5度才能进入 赢得体温36.1度 钻石公主号团员 在1月31号上午9点到10点半之间 来到101观景台 不过除了两体温之外 台北101早在防疫开始时 就针对公共区域 每天1到2小时 都会进行例行性环境消毒 闭馆后也会从停车场开始 由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组成消毒 日期观署公布的路线图 这群游客除了出现在 中校东路四段之外 还曾经来过中校复兴搜狗逛街 白货礼工作人员 通通都戴一双口罩 作为面对武汉肺炎的第一道防护 但对于邮轮团员 曾经在这出没 有员工坦言不知情 强调每天营业前后 都会确实用酒精消毒 今天是还没有听 那个馆内他们 没有特别另外在那个 但我们因为我们过内 都是有做消毒 因为他是到中校复兴站 所以然后又台北车站 所以应该是 大台北女区应该都要消毒 我觉得大家防疫做好 应该不用太担心吧 我都有戴口罩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多洗手 所以你先做好自己的忙 对对对 然后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尽管邮轮团员曾在市中心出没 从新一区到东区都有 但大多民众都已经准备好口罩 希望能将感染几率降到最低 这层分线为台北报道